躲桌下带女儿于其忧入戏。方文林哭倒泪流满面。 左起里右辱,于其忧,方文林以及王瞳,现身试骗会。 图民事提供。2018年4月12日。 义人方文林,王瞳,于炳燕,陈谦文,李又汝,英卫民,张富贵,邱子欣,赖小义,于其忧以及北七月团12日出席民事戏剧《微笑》。 类视片会,该剧以电视电影规格拍摄,从关怀身心障碍者为出发,以自闭症患者面对人生课题为主轴,相当感人。 影片播出时,台下观众不断传出啜气声。方文林更在播映结束后,举手要面至室内。 方文林受访时,谈到引导女儿于其忧演出,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,我躲在桌子下带着她入戏,我从狗狗的死到担心带着她们长大的辛苦,我都说了,蹲住瞄她一眼,想说怎么还没哭,我都哭到泪流满面。 说完这段话,现场忍不住笑了。 视频会现场气氛温馨,于其忧感谢妈妈,并期许自己更加油,我第一次演戏,要进步的地方很多。 民事戏剧微笑 类事片会,多位艺人出席,包含方文林、王统、陈谦文、李又汝、于其忧等。 图民事提供 2018年4月12日 剧中饰演身心障碍者的李又汝、害羞透露,这部作品是我第一次线上荧幕出本,我还带牙膏,牙刷到现场。 文系对手陈谦文带红豆汤给他,却被狠狠拒绝,拍戏这八天刚好寒流来,非常冷,所以带红豆汤,没想到被拒绝,原来是又汝帕牙冯卡红豆。 他还笑说,这场吻戏画面唯美,但其实我们是在公厕外面拍,边吻边闻到异味。 戏中饰演十九岁叛逆少女的王童,弹起戏中带领北七乐团客串一场戏,真的唱现场,夜下都湿了,紧张到不行。